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又來到今天11月10日晚上,香港繼續轉冷 早上上班記得可以穿多一件衣服 在海外的朋友,我相信你們已經踏入冬天的了 你們也要穿多一件衣服 先講明天11月11日世界杯奧為賽賽事 我選了三場南門,我先講頭場 南韓主場對亞聯友 亚联游这对球实力开始慢慢进步 我这场球我会选择半场主合和的客戏有10倍 先说双方近方 南汉就亚洲一线球队来的 对着亚联游其实赔率一面倒 只不过希望半场他有保机会偷到鸡 南汉其实近方只是一般的 近四场我们为赛赛是两胜两和 其中在六月份主场对亚联游 先失球半场输球然后才可以反级 亚联游其实就开始越来越进步 自从中东开始大洒金钱去搞他们的联赛 亦都有些龟化兵的帮忙 所以实力一路一路上 而且南汉近几场赢球都只是紧胜一球 始终入球点集中一下孙兴文和王喜燦 这两位在英超踢球的球员身上 相对对于弱队防守方面更加容易 只要派多两三个人钉死这两个入球的全员之下 我相信亚联游有机会不会大输给南汉的 我希望他防守上部署得好些 然后有机会半场偷到鸡 所以先选亚联游半场黑胜 第二场要选的是黎巴嫩主场对伊朗 我也是选择半场主胜 有9.5倍 先看黎巴嫩 黎巴嫩刚刚开了齋 在世界杯外围赛之下 不过来看看他之前6月对着韩国的赛事 昨黑的时候可以偷鸡到南汉半场入一球 所以今次希望他照版主胜半场可以偷鸡到伊朗 伊朗近五场赢球都只是赢一球 除了对伊拉克 伊拉克和伊朗其实是小手 所以踢落就分内紧张 你会看到伊朗在亚洲区的差距和其他球队开始缩窄了 你看到只是赢亚联游一球 赢敘利亚这些球队都只是赢一球 所以在亚洲区现在的赛事的实力差距不是太远的 所以这场球 黎巴嫩有主场之利之下 我会拼他半场主胜 好 最后一场 越南更冷一点 我会拼他半场主胜 越南有11.5倍 好 先说日本 日本在赢欧洲之前的三场球赢得很一样 两副只是赢中国1比0 仅胜中国队1比0 可想而知日本领队在赢欧洲之前 其实大受抨击 如果他上次输给澳洲 其实要下台 不过幸运他靠乌龙波赢到澳洲 其实我也不太看好 日本如果理论实力 其实对越南不能斗 其实现在日本队大部分 超过半数以上的球员都是外流的 质数上一定比越南高很多 但日本队近来的问题 就是平均质数是提高了 但没有一两个黄牌球员 可以靠一人之力扭转败局的 越南其实进步了很多 你会见到就算输 他也是有入球的输 你会见到对中国也能入到两球 对亚联游沙地这些中东强队 他都能够有波入的 我相信越南今次在主场之利之下 希望可以半场偷鸡赢到日本的 好以下我投注真飞哥哥给大家参考 简单点一条三川四的半全场 三队都接近有十倍的 阿联游客姓黎巴联主姓越南主姓 三川四的意思就是一定要中两关才有钱收 所以买十元 这条过关如果难中三场的话 十元条都有万四元的 好另外我拼了那半全场 拼了他们半场偷到鸡 拼了强队下半场可以返回 南韩那一场就客主 黎巴嫩那一场主客 越南那一场就主客 这条三川四中赌又和味了 正所谓未出发才兴奋 十元条如果成功过到三关 有接近二十万的 不过说真的 机会未问一点 当六合彩博主三奖 我今天分享到这里 记得买球没必胜的 注意自己风险的承受能力 管理好自己财富 最后呼吁大家救救小哥盾 按赞订阅和按铃铃 当有新片的时候就会通知大家 祝大家明天赛事赢多些 请不吝点赞订阅